记者肖庭峰台北报道,民进党籍前台南县长苏幻志今宣布托党参选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并批总统蔡英文背离创党初衷,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国民党立委丁寿中金寿访时表示,民进党高层网顾世民福祉,仅考量总统蔡英文总统大选与自身利益, 优柯文哲未连任北市长将会角逐2020总统大选,在此考量算计下,年底北市长选举只会支持柯文哲上阵。 丁守中也说,今天苏幻志宣布不惜托党参选的情形,只是民进党基层反弹的冰山一角,相信这股风潮不会停歇,最后会导致民进党内更大的权力斗争风暴。 同样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的前立委孙大谦则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言,苏幻志的背景和立场,应能有效地吸收深绿独派的反科选票,也可结合民进党内的挺遥势力。 如此一来也可降低民进党未来中央已让柯文哲后所造成的内部反弹,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应该可以松了一口气吧。